大哥,前两天我看见一事,原来啊,一楼的邻居啊,俩是邻居啊,六楼呢,说一楼的下水道堵了活该,然后一楼花了两万块钱给修好了,把这下水道,然后呢,现在要是老楼加装电梯,这一楼的邻居啊,死活是不是同意加装电梯? 肯定的,不是就是英国报应吗? 是啊,你当时看人家笑话,你现在看人家笑话? 对啊,对吧,那天那视频上不是说了吗,就是住一楼的说了,你们当时都比我们强,你们能挑二楼,挑三楼,挑四楼,金三银四楼啊,你们都挑了,我们没有这能力,我们只能最低层一层,你们都享受过了,现在老了,你还想享受,那就没了。 哎呦,这就是因果报应,那邻居不是之前不是应该互相帮助吗? 这个,中国人这个,这个,这方面差点,因为,你比方说一楼要堵了,他六楼的,跟我有什么关系? 是,他们家没堵,对啊,因为我见过这种人,住六楼的,什么都不理论,我住六楼堵不了我们家,谁堵不了呢? 我管他,那就堵不了我们家,是啊,那是他年轻的时候,你现在,你老了,你七十了,我下楼费劲了,对,堵我们家的时候,现在,因果报应吗? 是啊,你当初种的什么,现在,就还你什么,所以说年轻人,一定要明白,什么叫报应,它什么东西啊? 就是很简单的,就有一个因果报应,你打人一拳,必然要安人一脚,只是时候会到,对,这个就是说,你是没名的打人家,对,对不对? 对,但是你看人乐伤,是看人乐伤,还说呢,你们家堵了活该啊,对啊,人家不是说了吗,现在你下楼你跳下来啊? 是,我挺支持这大姐这个想法的,我堵了我活该,现在你没电梯,你跳下来啊? 也是,四十大了,反正爬六楼,费点劲,那真是活该,你当初不这么说,哎呦,给人家堵了,我们掏点钱,是,人家那大姐绝对不会这么说话,对,对吧? 嗯,还有一个,一个大妈那时候说嘛,嗯,当初,我们是享受了福利待遇了,是,享受了那个阳光了,啊,一楼呢,没享受, 现在呢,嗯,要互相尊重,人家愿意让他们安,嗯,那是情分,人不愿意安,是本分,是,对吧?嗯,你不要道德绑架人家,哎,我住六楼我就应该安,当初你为什么住六楼啊?因为你是领导啊? 呵呵呵呵,你是干部啊?嗯,是吧?对,那么现在,报应就来了,而且都觉得一楼阴,对呀,潮湿,潮湿,赌,爱赌,对呀,嗯,那现在就是报应来了,啊,哦,当初你是领导,现在你觉得,你不方便了,你还想行使你这权利,没了,都退休了,对呀,你没有权利了,是, 是,所以说,嗯,活该,呵呵呵呵。